今天整個10月份 其實指數從10月的低點以來 它不知不覺 已經漲了將近1000點 但我相信多數觀眾朋友 在10月份 你不會感覺到指數 已經漲了將近1000點 900多不知道是多少 反正就是接近1000 對於多數投資者來講 會覺得指數真的漲了這麼多了嗎 沒錯 你不會感覺到指數 所以其實整個10月份的行情 它雖然說漲了1000點 但是它是在半信半疑中產生的 所以對於多數的投資人來講 在目前這個時間點 其實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好 整個10月份千點的行情 可能它是被軋空手 或是說 你的部位根本就沒有買到非常的大 而你的部位主要是說 好 可能說買個一張兩張 去試水溫而已 那多數投資人在10月份 那還是有遇到軋空手的問題 那其實這樣子的情況 那多數投資人都會遇到 因為主要是說 整個10月份它的行情 其實非常非常的混亂 那大家我相信 都會有一樣的感覺 大家會覺得說 手上只有一檔股票 買進 那結果不知不覺間往上漲 不知不覺間往上漲 會覺得這個漲是有一點突如其然 那在這個時間點 其實又變得說比較尷尬 指數漲了將近千點 但是你會不知道說 這個時間點到底能不能去切入 現在去買 好像說有一點追高 那不買 又怕行情再往上去拉 往萬八萬九 甚至往兩萬去上工 沒錯 所以這個時間點 其實很多的投資人 都會覺得說 我想進場 但是找不到切入點 怎麼辦 我真的要去硬追這些強勢股嗎 硬追智源 硬追宏達電 硬追劍漢 這些強勢股嗎 絕對不是 所以其實以今天來講 應該說以本週 這幾天來講全新的機會來了 什麼是全新的機會 其實很多的投資人說 全新的機會在哪裡 指數沒有拉回 貴買也沒有拉回 哪裡有全新的機會 我還是找不到切入點 但不是這樣 只是你去看指數 去看貴買指數 一直到今天 它其實還是持續在創高 它還持續在創高 所以你如果單純看指數 你是找不到一個切入點 但是如果你去看各股的輪動 我可以告訴各位 目前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佈局時機 等一下再來講 先加入我的Lighter Lighter跟Telegram 在我的平台裡面 我都有發布10月份的預估營收 看一下 8月份的預估營收 準確度是高達8成 當時預告15檔 總共是13檔創新高 9月份營收也是高達的 大約是7成 重點來了 10月份的預估營收 10月份的營收 大部分都還沒有公佈 所以你在這個時間點 先去看哪幾檔可能會創新高 聯電2303 第一檔叫做聯電 10月營收有機會創新高 重點是這一檔 這個月我特別再加預告一檔 台積電10月營收有機會預估 自己加入去看 非常重要 台積電等於是台股的漲跌 所以台積電的10月營收 它絕對會牽動到台股 在11月初的一個走勢 非常重要去看 當然說提前資料營收 提前預估出營收 能去做哪些操作哪些事 我相信大家都了解 所以記得自己去加入 好 那我們回到重點 切入點在哪裡 先看一下這裡 來這個位置 我先帶各位看一下 整個10月份的心態是怎麼樣 10月份的心態轉變 其實是這個樣子 10月大約是從這個低點開始 我們就從這個低點算 其實從這個低點以來 它往上拉一次 很多人覺得說 好像要往上V型翻轉 這個位置去買進 結果又往下殺 導致多數人 這個信心都不足 好 接下來在往上急漲 其實一直到這一根長紅 你去回顧一下 10月份這一根長紅 多數的投資人 甚至多數的媒體分析師 都跟你說什麼 在這個位置 緩漲 緩跌 急漲 它叫做空投格局 是不是 這一段 你去回想一下 還沒有後面這一段以前 這個位置叫做緩跌 急漲 緩跌 急漲 那以我們標準的認知來講 緩跌 急漲就是空投 所以其實當時 多數的投資人都不會覺得 這個行情有什麼好操作 你去回顧一下 10月初 多數人在問什麼樣的問題 第四季有行情嗎 10月有行情嗎 10月我需要去買股票嗎 是不是 也是因為這樣子的心態 所以10月份一直到今天 就算指數漲了將近1000點 對於多數的投資人 還是沒有感覺 都還是在跟他空手的狀態 好 那繼續看 這個位置往上拉之後 大家還是不敢買 因為覺得是空投 好 一路來 一路來 默默的就漲了將近1000點 所以多數的投資人是跟他空手 好 那你說今天收17061 好 你說已經站上了17000點 我要不要去買進 我現在去買會不會追高 多數投資人都是這個問題 今天你去問現階段的 大部分的投資人 你就問自己就好 這個行情是多投還是空投 多數投資人都已經了解到 目前的行情是多投 是沒有問題的多投 他有很多獲利機會 但是重點是沒有一個切入點 我找不到切入點 怎麼辦 來 你去看 其實這個位置 目前他已經在進行 所謂強勢股跟新的強勢股 交棒時間點 這裡 你去看指數看不出來 但是如果你去看內容 非常的明顯 我帶各位看 各位記不記得 在本週二10月26號 這是貴買指數 10月26號的貴買指數 來 這裡幫我放大一下 10月26號貴買指數 它是爆量了1266億 它幾乎是創下了 今年下半年以來的新大量 那它代表什麼 如果說本週二 大家可以去回顧一下本週二 本週二其實一直到1點之前 整個盤是都好好的 那它是以沙尾盤的方式 往下回跌 代表什麼 代表其實有一部分特定的大戶 他已經在獲利出產股票 如果你說一開盤就跳空下跌 那倒還好 但是他是以沙尾盤的方式 爆量下沙 這代表說很多的大戶 他已經在獲利了結 其實他去獲利了結之後 這筆資金 他不會再重新去買進 這原本的強勢股 他一定會去買進 新一流的強勢股 所以我說新的機會來了 好 所以你去看 因為在本週二 這個位置爆量沙尾盤 就是這一根 爆量沙尾盤 1266沙尾盤 特定的大戶已經開始在出清 其實光是從這樣子的現象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大家去回顧一下 當天多數在沙尾盤的股票 通通都是強勢股 沒錯 創委 賤漢 或是說像是強茂 這些強勢股 通通都在當天殺尾盤 很明顯 很明顯 大戶開始在獲利出場 因為說 這個東西我知道說 大家可能會有這樣的疑問 說本週二他已經殺了尾盤 為什麼指數 應該說為什麼 歸買指數還持續在上漲 很多強勢股一直到今天 還是強勢 哪裡在換手 你去看 如果這樣看的話 當然本週二殺尾盤 殺完之後 他再往上漲 看起來他沒有在做什麼樣的換手 但實際上 我必須要再強調一次 所謂的換手 所謂的舊股 所謂的舊強勢股 換到新強勢股 這是一個過程 這是一個週期 你想 你講 法人的資金 受險的資金 丙種的資金 動輒都是幾億幾十億 他有可能在一天內 一個特定的時間點 全部出清嗎 絕對不可能 所以這是一個過程 本週二的情況 它是一個現象 這個現象代表說 整個大戶法人 已經開始再去做持股的轉換 所以這個時間點 你就要跟上這樣子的轉換 去把它當成一個全新的切入點 所以當它在去做這樣子的轉換 你去光看指數 當然看不出什麼東西 指數照樣是強 貴買照樣是強 但是如果你看進去看這個格局 你會發現到 強勢股開始在走弱 弱勢股開始慢慢的在往上起漲 所以你說 好 我在整個十月份被嘎空手怎麼辦 我的部位 就只有少量去試水 我怎麼辦 我能不能去切入 現階段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切入點 所以這個位置 來 這個位置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邏輯 就是說在十月份 因為今天已經是十月28號 十月28號即將進入十一月份 在這個時間點 千萬不要去追十月的強勢股 去追這個東西已經沒有意義了 也許它會在漲 但是它這個東西就是在邊拉邊出 就像我剛剛講的 大戶它是在換手 從舊的強勢股換到新的強勢股 這樣子的過程是一個週期 它是一個過程 那這個過程 因為它的部位很大 所以它會邊拉邊出 讓指數 讓個股往上漲 往上漲之後 再一邊出清就有了持股 一定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所以記住一個重點 這個時間點 本週一直到下週 在十月份的強勢股 通通不要追 新的一批強勢股即將要誕生 所以這裡 那你說 舊的強勢股不追 那新的強勢股在哪裡 其實坦白講 在這個時間點 因為多數的法人 多數的大戶 它都還在做一個新舊的轉換 所以基本上你是 看不出說新的主流在哪裡 但是其實在以整個第四季的邏輯來講 第四季主流很簡單 你說在一片說 沒有失利點的盤勢之下 什麼東西會吸引到法人的目光 數字 營收 這個時間點 最具代表性 意義最大的營收是什麼 第三季的季報 所以你去看 11月15之前 第三季的季報會全數公布 那預計 新的強勢股 就是第三季季報亮眼的股票 所以目前的操作 它是一個全新的切入點 舊的強勢股 10月份的強勢股 不要去追 那持有的準備獲利出清 即將轉進全新 在11月份的強勢股 那這11月份的強勢股 預估就是第三季的營收亮眼的個股 其實這個東西就是我一直在強調 為什麼說第三季營收非常的重要 因為第三季對於多數的電子股來講 它都是所謂的旺季 一個簡單的邏輯 如果在旺季 它的營收表現還不好 更不用談其他的淡季 是吧 所以其實旺季 整個第三季對於電子股是旺季 旺季它的意義就在於說 一檔股票一間公司 它的旺季的爆發力可以到多高 所以你會發現到 其實從歷年以來都是這樣 你會發現到 一檔股票 它在第三季營收很亮眼很亮眼 那它股票就一直漲 持續一直漲 漲到幾年的年底 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第三季 數字非常重要 被大家空手了 就趁這個時間點 可能說明天一直到下週 就這個過程 趁這個過程下去做布局 那10月份的強勢股 其實包含很多 共同點就像我講的 共同點都要它的營收夠好 做夢對我來說 它是加分項目 純做夢走不遠 不只走不遠 你也買不多 3305的生貌 3305的生貌 其實它真的是一檔 在10月份最低調的強勢股 你不要看它這樣走 生貌我幾乎每天講 每天講每天講 從10月1號一直到今天 大約是50出頭 一直到65月 它的漲幅已經高達了20% 穩穩的20% 而且生貌它最大優勢在於說 很少人在提它 所以它籌碼很乾淨 就這樣慢慢漲慢慢漲慢慢漲 默默的來到了20% 這才是做股票是不是 所以以生貌 在10月份的走勢來講 它也許沒有辦法跟智元比 沒有辦法跟我們的智元來比 智元它漲勢真的是非常強 但是如果你要論它的穩定性 絕對是全台股在10月份 穩定性最高的一檔股票 3305的生貌 所以其實像這樣子的走勢 你說它走得比較穩 沒有錯 它走比較穩 但是它不會暴起暴落 而且最大的優勢在於說 它這樣子的走法 只要有拉回可以去加碼 有拉回可以去加碼 所以這一段 雖然看似20%沒有錯 但是如果去透過適度的加碼 你把部位去放大 運用它正當的特性去放大部位 我跟你說 它這一段20%的漲幅 你的資產往上成長的幅度 絕對不止20% 就像我昨天講的 聯電嘛 而聯電是一檔平凡無期的股票 但是如果抓到它的特性 我們用大部位去賺最穩定的小價差 雖然在本週聯電漲幅就6% 但是資產的漲幅絕對超過6% 這才是重點 還有包含像是中探針也是一樣 617的中探針 在10月份也很強 以IP的部分來講 當然就是像艾普 艾普今天在創高 如果換算成分割前的股價是1124 另外一檔IP 算是整個10月份最強的一檔 足足80% 預告以來 合計是7根漲停80% 當然像是智原 這些都是10月份的代表作 智原 艾普 中探針 或是說聲茂 這些你現在去追都沒有意義 現在跟你說 如果你有持股 可以續報 沒有問題 但在這個時間點切入 根本就沒有所謂的上漲空間 應該說 根本就沒有所謂的操作空間 意義不大 所以把握機會 在本週或是下週 會即將進場 全新的強勢股 預計就是鎖定第三季的營收 利用廣告時間直接來電 謝謝 流生脈骨索 加專利 非變性二型膠原蛋白 可以維持我們身體的 不管是我當中大的年輕人 才是當地打拚的老公朋友 甚至是行動菩薩方便的中架 巡視網 都可以隨時補充 會讓我們關鍵的行動力 吃了這種魚 全身都是軟骨 等一下 做一個Q度的刺驗 要怎麼刺 你打個手看看 都是 對 唉唷 你看這一般的魚骨 變得嘴唬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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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唬 我是不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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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不好意思 沈文誠 我平常的休閒活動 就是中式 不要看我已經60幾了 還能夠這樣爬上爬下來 跳來跳去 要維持這種身手 我的關鍵就是這個 巡視網 我陸陸續續吃了一陣子之後 以前的問題 再也不會困擾我了 OK 你看看我現在活動自如 而且我們巡視網 現在是市面上唯一取得 基因認證的尋榮與產品 再加上獨家的 超零件二氧化碳萃取素 人家 你說 誰人可以把他比 你看我現在四處的糟蹭 不會再想積多了 巡視網 讓你健康又有力 還不夠去卡電話進來 1200名卡電話來的朋友 還要送你精美的好禮 摩爾堅持用心選股 從全球經濟脈動 到總體經濟及大盤 摩爾堅持技術面 基本面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選股策略 從研究川普到風塵呼呼 這個基本面到深夜市旁邊 摩爾堅持 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作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摩爾 英文俠爾 歡迎來電 0800668085 0800 來來幫你幫我 好 其實在做股票 做股票你會常聽到人家說 我寧可被套牢 我寧可去停順 我寧可被軋空 我也不要去被軋空手 為什麼 因為其實在這些股票的現象中 被軋空手是最痛苦的一件事 你看了指數漲 看了股票漲 看了個股在往上飆 你會去想像 如果當時我買進多少多少多少 我現在已經拿回了多少 如果當時我在多少價位 去買愛普 去買智原 我報到現在我的戶頭的金額 已經增加了多少 你會有這樣子的想像 所以其實在整個股票市場中 最難受的一定是軋空手 但是不用擔心 被軋空手 有新的機會來了 這是一個全新的切入點 因為大戶 因為法人 他正在做新舊強勢股的轉換 指數你看不出來 所以我一直說 指數根本就不重要 指數有什麼好重要的 你去看指數 他就長這樣 他就長這樣 指數你可以看出什麼東西 沒有 你一定要看進去 把指數看進去的話 他現階段就是在去做交棒 我們要針對的就是下一批即將交棒的族群 所以其實在這幾天 我也會陸陸續續 把一些漲多的持股 慢慢的獲利出場 先保留資金 保留資金慢慢的去鎖定 新一批的強勢股 所以 我一直在強調整個十月份 應該說整個第四季 整個第四季 其實主軸非常簡單 要嘛就是IP 如果說不是IP的話 他就是要所謂的數字要強 這兩大主軸 他就會是在你第四季的一個獲利方向 好 其實對於很多投資人來講 他會覺得說 新的強勢股跟舊的強勢股 這邊 舊強勢股跟新強勢股在交棒 所謂的新舊強勢股的轉換 對於很多人的想法會覺得說 那我就去找一檔 漲多的股票我不去買 去買進一檔跌升的股票 或是說去買進一檔 很久沒有起一檔的股票 這樣是不是就正確 邏輯是不是就正確 絕對不是 來 我在這邊要強調一下 並不是說跌的夠深 或是說在底部盤的夠久 他落後於大盤夠深 就叫做跌升的股票 所以其實簡單來講就是說 你在這個時間點 也許會聽到很多人在跟你說 底部起漲 底部起漲 底部買進 底部起漲 但事實上 我不認為在接下來 今年的最後兩個月內 最後兩個月內 所謂還沒有漲到的股票 他有機會再往上補漲 我不認為是這樣 所以其實所謂的舊強勢股 然後轉到新的強勢股 指的是說法人的資金 目前法人資金是乾淨的 他要重新切入的一檔股票 你說像智元 智元很強沒錯 但是投信持股比這麼的高 你覺得他還能再買多少 是不是 這就叫舊的強勢股 新的強勢股是法人琢磨還不升 主力大戶琢磨還不升的股票 叫做新的強勢股 所以其實這個邏輯是這樣 應該說長期以來這個邏輯都是通用 跌得夠深不代表他就會去補漲 漲得夠多也不代表他沒有上漲空間 所以這個時間點還是針對 就是眼前最具有私利點的數字 第三季的季報來去做提前的佈局 好 其實以整個10月份來講 我認為說如果你說整個10月份 哪一檔股票最經典 我會覺得是3305的聲貌 你說漲勢最強其實大有人在 艾普 智源 甚至是宏達店 宏達店我沒有買 宏達店我沒有買 像是宏達店這些其實都很強 但是我覺得最強的 最具代表性還是3305的聲貌 因為其實聲貌它完全可以體現出 我在做股票的一些中心思想 而且我在做股票就是這樣 我不希望我的股票被太多人拿出來講 到處去喊 我就說這樣子情況充滿反而亂 如果說它溫溫的漲 溫溫的漲 溫溫的漲到一個程度 其實它背後代表是說 你可以把部位放得非常的大 我們去看 當時9月29號 預告 隱藏辦低軌衛星 好 這個位置 10月14來特別講 10月18往上拉 這個位置去佈局往上拉 低溫席高 好 這裡 10月25再往上漲 10月27再往上創高 今天最高來到了65.3 這裡買進我們就爆 溫溫的爆 因為它不是什麼小型股 不是什麼雞蛋水餃股 所以拉回通通都可以買進 拉回通通都可以買進 在這裡買滿往上拉 雖然只有20% 但是這是非常穩定度 非常非常高的20% 也代表說 你光做這張股票 你可以讓你的資產 去往上成長20% 所以這才是我要的 是不是 你可以穩穩的拿下這20% 高度的把握 絕對比你去做一檔 有機會漲個5、60%的股票 還要來得好 除了這一檔 當然還有像是6、17的中炭針 也是一樣 這些都是數字夠好 這個位置佈局往上拉 所以其實光是從中炭針 今天的走勢來看 你就可以知道 真的是有這個換手的味道在 中炭針今天創高之後 馬上又有賣壓 重點是他又是殺尾盤 各位要記住一個重點 如果不管是大戶 不管是法人 真的想要去出貨 想要去獲利了結 他一定會挑尾盤 尾盤不會有干擾 否則說盤中賣下去 被其他人追單追下去 結果跌得更深 這就很糟糕 所以他一定會集中在尾盤 所以殺尾盤 絕對不是好現象 包含像是艾普也是一樣 艾普這個位置 往上拉 分割以來就這樣一路漲 一路漲一路漲 一路漲 一路漲 10月21再往上漲 10月22再往上漲 10月25已經到了35% 10月27足足40%左右 一直到今天最高來到了 562元分割前的股價 是1124元 全市場唯一分割前 就跟你預告艾普分割後 會非常非常強的分析師 所以關於整個IP族群 我從6月就來講 你說IP族群在第四季漲 是會不會結束 絕對不會 就像我昨天講的邏輯一樣 它這個漲勢 力望跟信滑 它會持續去做比價 所以它漲勢絕對不會結束 它只會讓整個IP的天花板 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所以關於這些IP股 還有一檔 還有一檔IP股 目前算是最疲弱的一檔 在今天漲勢也稍微的出來 量也出來了 所以把握機會 其實整個IP族群還有非常多 可以去操作 最後一點時間 我稍微講一下聯電 聯電 聯電在本週四次大漲了6% 我有講過 昨天講得非常輕 因為昨天聯電法說會結束 今天是稍微的回檔 我特別講一下 聯電主要只是拿來去做短線操作 你說中長線 能不能去做波段操作 絕對不會是首選 比起聯電 我絕對是更看好台積電 聯電它直線階段 在成熟製程的風頭之上 所以它的報價往上提升 它的獲利表現不錯 但是長線的爆發力 絕對不比台積電強 所以聯電 我做完短線操作 短線內不會再去進場 所以在這邊我也不推薦說 聯電可以特別去買進 好 最重要的是說 10月份的營收 記得加入我的Light 下去做觀看 還有 這個月特別預告 台積電10月營收 我預估會怎麼走 記得加入去看 非常非常重要 那跟上操作 直接來電 或是視訊我的Lighter 跟Telegram 謝謝各位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